吉安湘最盛大也是最后一场的风连季28号是由纳豆兰部落热闹登场 乡长游淑珍亲自向族人来说明纳豆兰部落聚会所筹建的进度 也呼吁年轻的一代要踊跃回乡参与部落事务 学习传统技艺让珍贵的原住民文化能够代代相传 才刚完成成年礼挑战的阿拉曼勇士为部落风连季暖场开武 仪式正式开始时则是由部落的各阶级勇士们 以勇士五位年度技艺揭开序幕 吉安湘长游淑珍也盛装隆重出席 表达了对部落传统文化的尊重与重视 他也向族人报告纳豆兰部落聚会所的筹建进度 请乡亲们共同期待 今天是我们纳豆兰南昌宜昌部落风连季的时刻 也是吉安湘最大的一场部落风连季 更是吉安湘19个部落的圆满场 在一部落与聚会所的原则建设之下 那导乱的部落聚会所已经通过了我们部落会议 还有整个建设计划完成 现在只欠东风就是2700万的建设 希望今年过后能够有全新的部落聚会所 给提供给我们的族人 甚至于每年这里也都是我们观光客 到访最重要的一个部落 我们承担起部落传承技艺文化推展重要的任务 无论是大部落小部落都是吉安湘 未来势必要完成的建设跟规划 纳豆兰部落是吉安湘规模最大的部落 主人们热情传承部落文化 年轻的一代努力学习传统技艺 领唱台上还可以看到小朋友们在开场 大规模的风联季活动 每年都吸引了许多观光客 还有摄影爱好者前来捕捉最美丽的画面 一整天紧凑精彩的歌舞表演 更显现了纳豆兰部落的热情与欢心 建议会吉安湘报导